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袁医生最近我们看到Alancik的刺针雜誌里面有一篇文章 就是哈佛大学在公共卫生科和另外一个 那个是 孟沙娜的医学院里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说是食水里面加了忽 而导致到有些孩子患上多动症和精神的毛病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我们详细分析下解释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大家都开始看到 现在我们有很多所谓的多动疑 其实也叫ADHD ADHD基本上是关注力缺乏和多动 就是高度会弱 也有很多自闭症 我们经常都是企图去了解 为什么会现在这类的问题 还有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 还有新闻社的行为问题多了很多 最近那个医学杂志是哈佛大学 就是大家的权威医学院 就直接发现到 原来这个是跟我们那个 现在我们的食水里面 是加了忽是有关系的 是 好了 那这个研究是早期是2006年开始的 那当时他已经知道 这个研究是属于一种 我们叫做 Developmental Eurotoxicum 就是说是对我们的 新闻仔的儿童发育 是会一种的神经的毒物来的 就是会破坏我们的儿童发育的 一种神经的毒物来的 那这个是说2006年已经说了这个东西了 已经说了 是 是 就是那个发育的神经的毒物来的 那而新的那个研究呢 就是加了是二十三个很大型的 在菇的研究的 那么很多研究的资料呢 包括在中国那方面 嗯 OK 那么就看到呢 很多的化学东西呢 是会令到 儿童的儿童的IQ降低的 嗯 那么经过 详尽的分析呢 他发现呢 原来呢 我们的菇呢 会 会妨碍我们的脑袋的正常那个 那个发育呢 那么会也都导致到自閉症啦 那个学习的问题啦 学习能力的学习问题啦 啊 还有呢 就是学习的障碍 那么那个 还有那个多栋 还有那个关注力的问题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 那么这个呢 我知道呢 差不多是一种 我们现在一种叫做 epidemic的 就是一个普及的流行病来的 嗯 那么是不断地出现啦 但是呢 在医学上呢 大部分呢 都是就是没有去 没有去 啊去 没有去 去深入去 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的 那么好歉啦 那么这两组的研究人员呢 在这里呢 就有位叫Professor Grandjean 和Philich Landergraf 就是在这两个哈佛大学 和Manshainer这学院里面呢 那么他发现呢 我现在发现呢 和那些化学物质的有关 而导致的 所谓的那个神经发育的那个毛病呢 在最近过去 呃七年呢 是增加了的 由六种呢 毛病呢 是增加了十二种的 嗯 那么这个原因呢 就是呢 我们原来很多这些 这样未经测试的 呃的化学物质呢 是不断呢 就是用应用在我们那个环境那里 和饮食那方面的 嗯 那么我们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般的大众呢 都不知道呢 就是到底这些化学物质呢 是什么东西 还有呢 是要用量 有多少用量 是会导致 就是很多时候呢 这些这样的化学物质呢 是一直地加弱我们的食水 加弱我们的环境呢 是从来呢 是没有任何管制 也都没有任何的研究的 啊 那么 所以这个 这类的化学物质呢 只是说二零零六年呢 就证实有害 已经证实有害呢 是由二百零二种 是增加二百十四种 是证实有害的 那么这个是 那是西尼的那个 一位早报 西尼的Morning Heritage那里的 那么他们呢 就发现呢 其实呢 这个只不过是冰山的一个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化学物质呢 就是工业的化学物质呢 在美国来说呢 差不多有成超过八万种 是 那么有八万种里面呢 会被发现有害呢 只不过发现了二百零二 增加二百十四的 那么其实很多 根本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测试的 到底呢 他对那个成长的 十分仔和成长的胚胎呢 是有没有任何的毒害的 是 那么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 跟着这个哈佛和 那个Montzheimer的报导呢 那么我们当然要 即是要 就这些的核酷加进去呢 为什么要加进水呢 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防止 核芽嘛 那么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 的讲法呢 其实呢 背后呢 是没有任何真正的 很强的科学是证实的 那反而呢 它那个危险那里呢 是很多时候呢 是不清晰的 那么大家都懂得说圆啦 是吧 香港人都经常说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啦 那么也有很多的工业 工业用的那些溶液 就是那些 在那个农作物里面的化学物质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这一块呢 就好像那类的物质呢 是可以在我们身体的血液里面 是不断地来到 就是沉沉 就是聚聚的 一直这样增加增加的 那么最后呢 就会进入我们的骨 和我们的身体其他的组织的 那么有个孕婦的来说呢 他们也发现呢 这些物质呢 是会可以经过我们的血液 是进入我们的那个胎盘的 那么也都会 就是沉积在我们的骨和脑那里的 就是宝宝的骨和宝宝的脑袋的 那么当然呢 这个的后果呢 是会造成是永久性的伤害啦 那么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那个就是现在的所谓 政府的有关的 这些方面呢 都没有好地去认真去正视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全世界性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改变呢 应该全世界性的 那么这两位这两组科学家呢 就要求呢 其实我们太多的化学物质呢 应该呢 好好地呢 就是要监管啦 我看到呢 这个问题是挺严重的 嗯 是啊 是啊 据我所知 为什么我们公众食水会加核荷呢 就是我们公众食水会加核荷呢 那么我们的早前的原因就是 就是这样 为帮助我们防止核荷嘛 是不是呢 那么其实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食水里面要加核荷呢 在早期我们一向都知道呢 就是那个宣传就说呢 加核荷就可以防止我们的核荷的嘛 那不是的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无端端啊 将食水里面加这些这么毒的东西呢 那么一般的 早前就说呢 就我们在有些科学研究啦 发现了呢 如果我们的用核荷呢 是可以防止核荷的 那很多人都信以为真啦 那于是乎呢 就将这些剧毒的东西呢 就丢了我们这些食水里面啦 那让我们大家喝一点点喝一点点啦 那其实呢 背后的这方面的研究呢 是很多的 那其中在2017年呢 在纽西兰呢 都有相关的研究的 那他都是发现呢 有些地方那些宣传仔呢 就是那个核荷的问题呢 比较严重 是叫Northland 在纽西兰的 那开始就做一个 就做这些这样的大型的研究啦 那他比较呢 就是12岁的那些学童啦 二万一组是用加核的 就是24,129位的学童 那是给一些呢 是没有用核荷的水的 18,666位的学童 那发现呢 其实呢 他们的分别呢 是只不过呢 是五分之一这么多的分别而已 那同时呢 记住呢 做这件事呢 他所费是几百万的 是 几百万的 那其实呢 是否真的这个原因呢 是枯呢 是可以起码有少少帮助呢 那其实呢 和其他比较 比较 就是 注意我们那个口看的卫生 一天就是拆牙啦 用就是 保持拆牙一天拆两次啦 那其实呢 和吃的东西啦 就是减少一些糖分的饮品啦 其实这个的分别 其实是远远大过有没有枯的 那所以呢 分这个问题呢 是有很多的研究啦 那过去呢 差不多有些差不多是 45个呢 是那个是有同行鑑定的研究 是 那是 是关于枯的 那而最后他的发现呢 就是呢 加上这些研究呢 发现呢 他的那个结论呢 是他不单止是 有些情有害啦 结论是有害啦 或者呢 是发现呢 那个益柱是很少啦 甚至乎是完全没有益柱的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在我们的节目 在自然医疗的 我们都整天都有讲及的 是 这个一个毒物的东西呢 其实呢 是不应该 测到水里 还有很危险的 那不断的研究呢 发现呢 其实加上去没用的 好了 那为什么当时有这些 这样的科学研究呢 就发现呢 有这样的研究出来呢 如果加上水花作枯呢 就可以减刀柱牙呢 那原来呢 那真正的故事呢 是当时呢 在美国有很多的那些制造的炼铝厂 是 就是它要在矿物里提造 炼铝 那在过程里面呢 用很多化学物质的 那其中一个副产品呢 就是那些枯 可能是那些 产生了很多的枯 是 苏典菠萝 这些 那但问题呢 枯是 大家知道是剧毒来的 那就是你是 如果你在那个炼铝的 制作过程里面呢 这些动物要处理的 就是你不可以就这样 倒垃圾桶出去的水 倒垃圾桶 那你要一个特别处理的 那处理这些这样的毒物呢 其实是非常之王贵的 那于是乎呢 有个炼铝厂呢 就有人就 能想到一个计划 那就做了一些所谓的科研呢 就就显示呢 他说原来呢 我们的枯呢 是可以防止蛀牙的 那于是乎呢 我们就根据这些 这样的当时的早年的研究呢 就成立这些这样的 公共卫生的措施呢 就将枯呢 就加进去食水 那就是换句话说呢 我们呢 是做一些这样的 其实呢 是不是很高水准的科学研究呢 也都是这些铝工厂那些人 出钱做的 其实大有 绝对大可 懷疑这个真实程度呢 那将那些动物呢 就分担给我们几千万亿的人呢 是在食水里面 吃了肚子 当它是好东西呢 那其实真正的体度呢 很多这方面的舒适的 早前发现呢 其实呢 枯呢 其实不要说这些这样的 现在被知道了 我们对生命者的成长啊 学习方面啊 那个很多行为的问题 出现问题 原来呢 枯太多呢 是会令到我们的牙呢 是出现斑块的 脱落的 那我医学上叫做Fluorosis 那就是有些人呢 发现牙齿那些发狼质呢 是有一些脱落的 是一块块的脱落了 那其实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枯是过多的 OK 那这个枯的过多是Fluorosis 那也是致癌的物质来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研究呢 这个最近我们也看到呢 那我知道呢 现在很多些 很多些性别那些 那些混淆的问题 似乎是同性戀的人呢 似乎 似乎是越来越多的 是的 那边上的人呢 也都是越来越多 也就是越明显化的 是的 那是不是有些人说 哦 其实很多人都天生有这个倾向的 是的 那所以只不过呢 以前的社会呢 不接受这类的 人隐蔽闭 那所以叫隐蔽收藏 那现在就不用隐蔽了 走出来了 那这种就是过去的一种解释 那但是你看回那个数量呢 其实不是的 真的实在上是多了很多的 嗯 好了 那其中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呢 可以大家知道呢 那些人去旅行去泰国 嗯 是不是 就是都可以有关联了 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 行为方面 性别方面的景象呢 原来呢 伏越多的国家呢 好像泰国呢 那个变性的人呢 就一样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都是影响到 就是刚才就说过了 因为这个是影响到 那个老神经的思维 那个发展 各样东西 所以就变了有这个情况 那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了 那我们就是用在枯 很多时候我们除了在食水里面呢 都很多时候呢 就在牙膏那方面呢 因为说防止蛀芽嘛 那所以呢 其实很多年前 我们已经在陆畅业的店铺里面呢 已经是找一些是完全不含枯的牙膏呢 是供应给我们的客户呢 那现在最知道呢 原来水里面呢 那个枯都会有这么大 那个影响性的那些东西呢 那所以呢 我们都要很小心 一定要选择一些呢 是那些的泥水器呢 可以过滤到那个枯 来到来到使用的 那陆创意健康店呢 我们都可以最近呢 也都可以找到有一个的泥水器呢 就是可以过滤到那个枯的了 那所以大家呢 就可以是安全一点的饮用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给大家 那其实这个枯的问题呢 我们很多人已经知道了 我以前我们陆创建讨县 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就是说英文书 翻译就不太多的 那就是说出这个枯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课题 只不过呢 我们这次再提回呢 就是因为原来呢 哈佛医学院呢 都研究是说出 最后就是承认了 说出这个枯的那个问题 没错 真的是真正正 有一些权威的研究出来 那还有呢 就是如果大家认识同外疗法呢 同外疗法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就是讲求呢 就是我们的用药 是一个用同类相似的原则啦 那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疗剂 那个同外疗剂的药物呢 是用在一些人上 因为呢 这个疗剂呢 是可以呢 是制造这种的无病的 那你知不知道呢 在图那方面呢 在同外疗法的图呢 是医了很多什么问题呢 是医了很多的 那些犯罪的那些行为的 哦 是呀 医了很多的 有些人呢 那个性格方面呢 就是很 很花必啊 是 还有很不顾家啊 是 很多的 很多的犯罪的倾向的 是 是 那这样你看到呢 就是现在家庭的破坏呢 会不会也都跟我们那个 医那方面的 是 的广泛来到 毒害我们那些人的 的脑袋呢 是有关呢 那所以呢 这方面的治疗其实越来越多啦 那所以正如我们 我们的 陆桑宴 和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希望呢 是给大家呢 就是了解这个问题的根源啦 嗯 像我最近有出气的 那个 《非同凡响》 是 大家有机会提及的 还在上画的 是 在香港还在上画的 就是讲述呢 就是 一群呢 是有 有学习问题的 是 小朋友啦 是 还有呢 自卑症啊 自义之类啊 蒙古 那个蒙古症啊 这方面的 嗯 其实很多时候呢 这些问题呢 是很可能呢 是 就是 跟我们那个 环境啊 饮食啊 水质呢 是有关的 所以呢 其中那出气里面呢 那老师呢 就 拍到他 其实是在吃 在吃鼻孕药的 嗯 其实很多这些 所谓的社会问题呢 都可以呢 是 是 就是 可以 解决得到的 嗯 是 今天我们又 麻烦言医生呢 跟我们的 分享了 令我们了解到呢 原来呢 在我们 一般 日常的 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里面呢 都可以呢 做到一些 而我们避免了 的时候呢 可以令到 我们的身体 健康一些 的 这个方面的 好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就可以透过Skype 和原医生 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